那么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的个场 那么咱们今天呢 要给大家进行安排的任务 是什么东西呢 是网络通信 说的更直白一点 咱们今天讲UDP 明天讲TCP 网络通信里边 最常用的两种方式 UDP和TCP 那至于什么是UDP 什么是TTP 学了之后才知道 简而言之 说的直白一点 你从整体的概念上 你有个整体的把握 就咱们今天和明天学什么呢 学网络 学完网络之后 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可以用Python写个代码 写个程序 我发一个hello 我发的这个hello 可以跑到我同桌的电脑上去 这么说能累积了吧 同桌电脑上回那个东西 我的电脑是可以收到 那么这就是咱们这两天 最主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我用了一下这个 比方说我用了个FQ 我把一个文件往FQ里面一拖 请问你是不是可以下载了 我发了一个哈哈 你就收到了一个这个哈哈 那么这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说到底 不管今天你用的是Ubuntu Mac以及Windows也罢 都行 那么它一定会用到UDP 要么用TCP 今天就在两种 那么这两种 它们实现的功能不太一样 简单言之都能实现网络 但是不太一样 UDP简单 TCP稍微复杂一点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就简单言之 这两天就学 我的电脑上的数据 给你的电脑上的数据 怎么做 就用网络通信 能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那么首先呢 咱们介绍一下网络通信 它大体一个目的 这个电影 在昨天的时候呢 我还这个 有温度了一点 是吧 对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速度于激情几呢 5 速度于激情 一共有几部了 知道吧 8部了吧 演第7部的时候 那个谁 保罗挂了吗 是吧 演电影 演了一辈子 这个开车的电影 然后到最后 没想到他死在车上里面去了 那么这个哥们已经挂了 是吧 这个哥们已经挂了 速度于激情 如果你要是没看过同学 你得补充补充 你的这个业余生活 是吧 别老知道学习 同学注意点 咱们来这儿学习 确实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 但是如果你仅仅知道 挣钱的话 你其他的这个 人生不就特别枯燥了吗 对吧 那么比方说看个电影 看一看什么 加勒迪海盗系列的 是吧 速度于激情系列的 海克帝国系列的 什么 指环网系列的 什么还有这个 货币特人 都看过吗 这都没看过呢 去淘宝 花两块钱 把种子买下来 就下来看下了 淘宝是个 神奇的网站 什么都有 好了 那么这个 我想给大家说的 并不是说 接下来让大家去看电影 今天不上课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呢 他们这个图当中 表示出来了一个意思 他们在去巴 这是哪个呢 应该是巴西 还是去哪 去抢银行 其中有一机呢 是去抢银行去 然后呢 他们在抢的过程当中 他开了一辆车 他开了一辆车 那么其中就出现了一个场景 我当时我就在想 他们为什么在说话的时候 手上都拿着个东西 在说 拿着个对讲机在说呢 他不拿对讲机 说不行了 来来来 你去打那边 我去打这边 为什么要拿对讲机 因为你在你的车上 我在我的车上 但并不是在一个车 我说的事情 你听不见 为了保证我的 我说的东西 你能听见 你说的东西 我能听见 那么咱就需要一种 通信的方式来完成 把数据传过去 那么其实 这就是网络一种体现 虽然他们是用了对讲机 对讲机 也是用了无线电 电磁波 把这个信息发过去 自白的讲 这就是网络 网络并不一定 非理止的是你的网线 你的WiFi不是也是网络吗 WiFi没网线吗 那不是一样个道理吗 这就是网络 那么还有一点 你学完网络之后 还可以干什么 这个看这个图 是不是也应该知道了吧 你在重庆 他在西藏 你们俩还是可以 通信聊天是吧 关键点 这个颜色好像不太对 切记记行了 这个千里传音 电话 那么更直白一点讲 大家应该看过这些东西 小时候玩过吧 如果你是没玩过 那我以后 我卖换土了 和咱们学生之间的代购 越来越大 小八王 学习机 人不叫游戏机 对 说到这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 差不多在几年级了 我上三年级小学 其中有一次 然后我去我隔壁 哥哥家去玩 然后我哥哥在来 对着电脑 不是电脑 是对着电视机 就是大头机 在玩东西 我当时一看 饭都不吃了 我说哥你再玩啥 我在旁边看行吧 看了一中午 还没看过影 然后吃了饭之后 我说哥你咋不玩了 他说累了 我说你再玩我看看 然后他说 要不弟弟你玩会儿 我又玩了会儿 那这一玩 立马就上瘾了 每天 只要回去回家 天天在他家泡了 然后后来 我就软磨硬泡了 我说爸爸 你能不能给我买一个 那个东西是个学习机 你看 是个东西不还可以敲吗 你看 还可以敲 然后我老爹来说 这个东西确实不错 但是他为了验证验证 他跟我老哥说 你改天中午 你把你的学习机拿来 我看看 然后拿来之后 我老爸说 怎么玩游戏 你玩一遍教我看看 确实玩得挺爽 第二天老爸买了一个 是吧 本来学习还挺好 买了一个之后 从原来的前十几名 是吧 一直掉到后十几名 但是呢 这个本来 其实他的那个道理 本来不买的话 能扛清瓦的 人生就这么有插句 这个有插曲 好了 这个小霸王学习机 这边来讲 其实我们原来在玩的时候 一大特点 有可能同学们 咱们现在这个年代 没有玩过这个小霸王游戏机 那其实今天也卖 叫红白机了 这个淘宝也卖 50块钱 现在就可以买一个 那我们原来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原来就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家买了这个游戏机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都来我们家玩 他家玩不行吗 他家也有 为什么来我们家玩呢 第一点呢 就是很多人都聚集在一个地方 很多人都一起玩 这个有意思 第二个我当时想 你在你家玩 我家玩在哪 连的一起玩不行了吗 当时才干的一件事情 是做不到的 那个时候在多少年 零几年 零几年 应该不到零几年 是九几年的时候 九几年的时候 根本就想都不敢想 但是今天 你玩的什么倒塔呀 什么玩的CS创业火线 甚至玩的王者农药呀 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现在 今天是不是都可以联机了吧 同学们说到这 我就以我玩小八王游戏机为例 我告诉你 那个王者 他不叫荣耀 他是农药 你把他卸了 我原来的时候呢 我说的直白点 就说我的感触 我原来为了和学生呢 之间能够交流 大家都在玩王者 我什么叫王者呀 OK 我去网上 我也当了一个 我下载下来之后 我也玩了两个星期 这边讲 以我今天的感触来讲 原来真的有影 你知道吧 原来我下了班的时候 我回家 我就和孩子玩玩 看看电视啊 聊聊天啊 就完了 当我下了个游戏之后 我每天下午开的车回家 回家之后 第一件事情 把包一放 和孩子玩两分钟 玩完之后 手机拿过来 沙发一坐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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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从来没有杀过人 都是被别人杀的 但是后来 两个星期之内 真的是你戒不了 我媳妇呢 每天用那种眼神的看望 是吧 但是他看他的 我看我的 到了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 实在感觉不行了 不能再玩了 OK 我就把他卸了 卸了之后 我当时我就问了 这几个问题 你学到了什么 是还没有 反而干了什么呢 玩那个游戏的时候 你的眼睛 是吧 累 你的脑袋也累 因为你要全神关注 你是怎么杀他 你回个头来 加点血 你再杀他 对吧 说你们 直白地讲 玩王者这个东西 我一直不建议玩王者 因为你适当玩游戏 我建议 但是你要是上瘾 不行 绝对不能这么做 真的是会清春 这个东西 真的是会清春 你本来应该去聊 妹子的阶段 你怎么能再玩王者呢 妹子也在玩王者 那这就没这了 好了 这就是咱们学完网络的目的 能够把你的游戏连接在一起玩 直白地讲 如果要是没有网络 今天的游戏都是单机的 都是单机的 之所以有了网络 才可以做这个事情 好了 那么咱们学完网络之后 咱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咱们能够完成两台电脑 甚至是两个手机 甚至是手机和电脑 只要你的设备上有网络功能 我就可以通信 那么最终咱们的目的 更直白地讲 通俗地讲 这是你的电脑 这是你同转的电脑 你们两个之间 以后在发东西的时候 不用找个U盘插在他的电脑上 我再把东西传给你 你再插在你的电脑上 你用U盘考过去 不用这么多了 可以怎么多呢 通过网络 直接把数据传过去 就可以了 那么不仅可以在 同一个班级里边传 比如就个例子 我传给你 你传给我 咱们是同一个班级 同一个班级 有个概念 叫同一个局域网 如果我想把东西 传给我老家里边去 你想呀 现在在上海吧 传给老家 我老家山东呀 这么远的距离 它还叫局域网 就不叫局域网了 那么它叫什么呢 互联网 万维网 它叫这个网络 那么简而言之 咱们一个小教室 称之为一个局域网 那么互联网 是什么东西组成的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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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互联网组成的 简而言之 你学校是一个网 咱们教室是一个网 那对咱们学校而言 又是稍微大一点的网 隔壁公司是一个网 隔壁的隔壁公司是一个网 什么叫互联网呢 把你们的这个网络 和我们的网络之间 照跟线连接在一起 那么最重要的咱就叫互联网 把全球的网络全连在一起 那么咱们学校网络 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把你电脑上的数据 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 传到你的电脑上 你传给网 那么不仅传给 你同一个网络的 还可以通过互联网 传递给你另外一个地方 这都可以 像今天你用到的迅雷 你用到的QQ 你用到默默 这都是用到了网络功能 如果要是没有网络功能 脱了自白者的同学们 今天不知道倒退多少年 那么网络是谁发明的呢 自白的讲 美国人弄的 今天的核心东西 咱自白的讲 事实说 Linux的操作系统 Windows的操作系统 以及什么操作系统呢 还有什么 Mac操作系统 这是比较常用的了吧 以及其他的什么Android 这都是美国做的 自白人都是美国人做的 这是软件的核心了吧 硬件的核心是什么呢 CPU 硬件的核心才是CPU 谁能生产CPU呢 Intel ADM 都是国外 当然咱们现在这个国内的 也有华为 已经开始做新片了 已经开始做了 这是核心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别人的里面掌握的 那么网络依然是在 一九七几年 八几年的时候 已经在美国开始试验 慢慢发展到今天 全球基本上都在用 全球都在用 那么简单来说 网络它的作用 就是保证我的设备上的数据 和你的设备上的数据之间通信 它大体的发展流程 我简单一说 它大体的是 为什么美国人要做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 原来的时候呢 是二战的时候呢 经常打仗 所以说呢 一个国家领导人 不管走到哪 其实呢 他旁边都会有个哥们手里面 立着箱子 是吧 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呀 贺务器的密码 对 往往都是这样的 看一些电影 不都是这样的吗 他的一个助手里面 用手铐 铐上那个箱子 那个箱子里面 全都是密码 那么像这种东西呢 从美国的时候呢 这就是事实 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 美国人呢 为了保证 他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按下发射导弹的那个按钮 不管美国动作去到哪 他都能够在 第一时间能够按下去 那就行了 比方说 他又敢打我 那我立马按钮 我就打他呀 那么这种时候呢 怎么才能够把我 发送的命令 及时的传递 给那个导弹发射车呢 那么最终呢 美国人就开始发明 咱就发明吧 在军方里边 发明出来了阿帕网 就简而言之 很久很久之前 就阿帕网 慢慢慢慢慢慢 觉得这个网络不错呀 得民用 美国的民用之后 接下来 对中才引入到了中国 对中才引入到了中国 一直今天呢 一直在发展 咱不得不说呢 咱中国的这个网络呢 起步较晚 但是咱们发展的比较快 就懂我意思了吧 你像咱们中国 现在今天的一大特点 像这个 几大发明呢 新的中国的几大发明 是什么 是不是共享 什么什么东西 还有个支付宝 对 你像这个网络支付 像在咱们中国 现在已经比较流行了 直白来讲 在上海 我前一天刚来上海 到现在为止 连一块钱都没掏出去过 就不用止了 吃个饭 托托一下 是吧 坐个车 托托一下 就是坐个黑车 上去之后 我说师傅给你钱 行 托一下我的支付宝 我的关天 立马就被刷了 我说黑车都可以托 这好可以 不需要花任何现金 简而言之 今天全部都是 网络的一个发展 导致了今天的一个结果 如果没有的话 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 这就是网络 同学们 咱们理一理 刚刚我讲了 对核心是什么 网络的一大特点 让你的设备上的数据 和另外一个设备上的数据 之间进行共享 不管是通过有线也罢 无线也罢 蓝牙也罢 还是通过其他的通行方式也罢 这都称之为网络功能 这都称之为网络功能 就简而言之 把数据共享 这就是网络的一大目的 我可以共享给你 我也可以共享给北京的人 我也可以共享给美国的人 这都是网络通信的一大特点 这才保证了 你还能够浏览导国的一些电影 对吧 否则的话 你看你就看不了 就这个道理 好了 那这个点呢 咱就说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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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